我是谷阿末 今天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金控圈抢清事件的各方辩论点 先简单说明一下事件大纲啊 台湾几个有名的金融控股公司 台新金控听过吧 股票代号2887 代头的是董事长吴东亮 然后星光金控听过吧 股票代号2888 代头的老板原本是大股东吴东进 但是可能是因为经营不散 导致去年他的经营权拱手让人了 现在代头的是新的营运团队 简称为改革派 有这个改革派在做经营啊 那在改革派的领导下 不到一年的时间 星光金控就摆脱了经营困境 然后重点是他们重启了一个新的布局 这个等等会详细讲 我们要先提一下吴东亮跟吴东进 这两个亲兄弟 他们老爸是吴火师 最早创立了星光集团 其中呢星光金控 后来就是交由吴东进掌舵嘛 吴东亮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他去创立了台新金控 变成创业的第二代 之后星光金控与台新金控呢 他们各自发展了22年 这个过程中呢 两个金控公司 其实有持续的在接触和磨合 毕竟他们本身是同中门的嘛 总是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重新合体 而现在机会来了 就是今年2024年 如今实力很坚强的台新金控 与星光金控这个新的董事会团队 改革派 双方谈妥了详细的合并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刚刚提到 改革派的新布局 双方这几个月一路发展过来 现在也已经签署了并购合约 台新金控也在分析师们的 精算下 将会以星光金控一股 换台新金控0.6022股 就是合并后以换股的方式 让原本星光金控股东手上的股份 直接变成台新金控的股份 然后他们双方预计合并后呢 会重新改名叫做 台新新光金控公司 总之以上呢 这种双方董事会讨论好要合并 然后在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 签署合并合约 市场就会以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 叫做合意并购 但是此时我们的 新光大股东吴东镜 或许觉得货比三家不吃亏 所以 所以他去引进了一个新的买家 这个新的买家就是 中信金控股票代号2891 这个中信金控呢 有发新闻稿啊 反正本身大意就是 他们也觉得 星光金控好香 好想要啊 怎么办 但是人家已经跟台新金控 签署合意并购的合约了 所以看来我们现在只能横刀夺爱了啊 但抢来的爱 信不信服呢 这个不知道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总之中信金控直接跟金管会申请 他们要以收购股票的方式 来并购新光金控 且收购的价格开得很高啊 以网路大师们 用现阶段三间公司的股价 来做一个简单计算的话 你就当成中信金控 大约比台新金控 开的换股价格高了二三十%吧 不过补充一下 这个价格 要尽管会同意他们的收购申请 事情才会真的发生 不然就是很爽的 然后也简单补充一下经营权的概念 详细的说明 大家还是要去读股票相关书籍 就是我们先假设 每个公司的经营权 我们当成是100%的股票 也就是说中信金控 现在的招式 就是打算从股票市场 直接购买51%星光金控的股票 等于他们就有51%的经营权 这样就等于控制了 星光金控码 因为投票时 中信金控都会过半 他说了算 那要去哪里买股票呢 当然就是各位股民手上 或是各位散户手上 或者是股票多的大股东手上 来进行收购 总之以上这种非双方经营层谈妥 是直接以收购股票 强制取得经营权的模式 市场专有名词叫 非合议并购 也称为敌意并购 而敌意并购这个东西牵扯就多了 至少市场上觉得敌意并购 并不妥当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就延伸出以下几个辩论点 我搜集了网路各方资讯 替大家整理如下 资料来源我附在说明栏中 第一题 台湾市场是否要开放敌意并购 我们先来看看支持方的论点 大部分的意见都来自于 中信金控啊 金管会啊 或股民 首先就是敌意并购 是否就是邪恶的 因为实际上并购方啊 他也是遵循公开的股票市场 依合法的方式去购买足够多的股票 来取得经营权嘛 而且并购方如果有这种资金实力 他可以用更高的价格 去大量购买股票 这对于被并购方的股票持有者来说 等于可以得到更高的利益啊 对企业也有更多的信心 整个市场就会充满了活力啊 对不对啊 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 就不应该有过多的限制 大家凭实力做经营啊 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嘛 既然没有不妥的话 又何必讨论是否要开放 而是本来就应该让其存在啊 这才是台湾自由市场的可贵嘛 再说了敌意并购并不是只说并购方没有做准备啊 事实上每一场并购 对一个大型企业来讲哦 一定都是做过内部计算的嘛 没有人会去做亏本的买卖 既然有做过内部计算 加上股票市场也是公开的 那只要散户们或股东们 更看好这个敌意并购方 然后愿意卖股票出来 那这样不是怎么看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吗 所以敌意并购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啊 不需要去进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反方论点 多来自于经济学家像吴嘉隆 或者是一般民众 他们认为敌意并购不该被支持啊 因为这会扰乱整个市场的 就像UberEats说要去并购付Panda 这也会涉及 有没有违反反垄断法的问题嘛 这不能乱并的啊 大型企业互相并购时 不管是在投资资金的来源审查上 或者是公平交易的审查上 又或者是并购方老板的个性评估上 还有并购后的人事协调计划上啊 这些应该都要全面审查 确定不会对现在市场发展造成损害后 我们才可以进行并购哦 你这些审查都讨论好都通过了 那其实你就是合议并购了啊 等于就是你不可以随便想并购就并购啊 对不对 毕竟假如收购方的资金来源不妥当呢 比如他是来自于他国资金 就是来买下你们所有本国企业的啊 又或者是并购方的老板 他以往有很多不好的记录 或者是官司缠身 那你不得不去怀疑 他这样的敌意并购是否居心叵测啊 这些都会影响整个大市场的啊 试着去想啦 如果钱多的人 没有经过评估就直接开更高的出价 再透过股票市场上 随意去购买各个公司的股票 随意进行并购 那最终所有公司不就被最有钱的那一个人买走 这样市场就不会再有竞争啦 有钱就是老大嘛 大者越来越大 小者将不再有反抗能力 最终听起来不就变成整个产业全部统一 变成一个人垄断整个市场 这样对市场是好的吗 台湾一直以来都是支持保护产业的啊 保护公平交易的啊 也都支持反对财团垄断的啊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开放敌意并购 不可以开放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有争议的辩论题哦 就是敌意并购呢 对股民其实是比较有利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先来看正方的论点 一样这些论点都来自于像中信金控他们的新闻稿 或者是网路的一些讨论 首先在合议并购中哦 大多数的情况就是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经营层 他们自己谈妥后就进行操作 其中的相关利益一定是以经营层为优先考量 等于就是经营层和经营层他们的分析大师们说了算嘛 等于这些并购价格并不是真的在替双方整体股东做考量哦 对不对 凭什么我一一只能换你0.6啊 对不对 而市场俗称的敌意并购哦 是并购方直接用更好的价格 进入股票市场购买更多的股票来取得经营权嘛 那为什么敢用更好的价格来购买股票啊 因为值得啊 如果值得啊就表示这个股票本来就值更高的价格啊 这对一般股民来说哦 才是更可以得到真实符合市场的价格啊 股民拿到更好的价格 就会对于合并后的一切也更有信心嘛 进而继续支持 有了这些支持 长期而言不就对并购方或者是被并购方 肯定是一种正向的效果啊 上下一条心一同努力 OK我们继续来看反方论点 多来自于台新金控或者是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呢合议并购一定才是对股民比较有利的 怎么说呢 首先如同上面的逻辑哦 如果你允许一个市场 只要有钱 就可以随性的出来并购他人企业 不需要双方合议就可以去任意并购 那以后谁还敢让自己的企业上市 你敢上市看看 有钱大佬直接来买掉你 那这样最后市场就会被最有钱那个买走 变成一个独裁市场 这样子的情况下 人民真的会过得比较舒服吗 股民也是人民啊 敌意并购时 或许股民们短期内会觉得 好像赚到比较多钱哦 但长期而言一个国家的市场被破坏 人民要付出的代价恐怕只会更高啊 反观合议并购 是双方经营成谈妥后 才去进行的一个妥善合并的动作 经营成在并购前 通常彼此都已经通过彼此给的考核了 两边的企业内部通常也都协调过 最后双方才会 带着巨大的信心与期望 去进行签约来进行并购嘛 这种由基础打造起来的并购 才是真正的上下一条心 才真的有未来啊 企业有未来 持有股票的人 才真的有未来啊 所以反对敌意并购对股民有好处 这个论点 好的接着我们来看最终变题 恶意并购并不会对双方企业造成伤害 先看正方论点 一样多来自于中性金控或者是网路讨论 他们认为呢 通常能进行敌意并购的一方 普遍自身公司营运状况良好啊 就是因为自己营运状况良好 我们才会经营出这么庞大的资金 可以来高价收购啊 而且一般呢 我们过往也会有并购的经验 以中性金控为例 以前就有并购别的企业的经验过 所以知道怎么处理并购事宜 而说实在的 一般会被并购的公司 本身就属于营运状况比较弱的 才会被进行并购嘛 这个时候经验丰富 营运状况良好 有庞大资金的并购方 运用自身实力将被并购方 重新整顿融入自身体系 最后产生出一个全新的 更强大的并购方 这样不就是双赢的局面吗 一个优秀的企业 为了变得更优秀 为了持续成长 本来就会选择优秀的标的物 来进行并购 以此达到吸收与进化的效果 所以整体来看 完成敌意并购 让双方变为更强大的议题 企业强大 员工就富裕 员工富裕 他们的家庭就和谐 而市场是由无数个家庭堆叠的 所以整体而言 看不出敌意并购 会对哪个企业造成伤害 反而是对双方企业 都有正面的成长与帮助啊 最后我们来看反方的论点 多来自于台新金控 或者是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敌意并购 一定是伤害两边企业的 首先呢 一间企业如果想透过并购别的企业 来达到成长的效果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并购后 能吸收被并购方的一切资源嘛 但是敌意并购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人事变动 双方从原本的经营层 到彼此的主管 彼此的员工 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 被迫结合 但双方你完全可以想象啊 本身企业文化就不同 运作模式也不同 管理模式不同 众多的不同 这只会带来大量的碰撞 最终以历史经验来看 就是会造成 被并购方 员工离职或者是被迫资钱 实物上就是人事会动荡不安啊 大量被并购方的员工 常常都会出来街头抗议 想避免自己被资钱 这个新闻报得太多了 而开头说过 并购方透过并购来达到进化的目的 是因为要吸收被并购方的资源 但敌意并购 基本上无法排除被并购方在被并购后 大量人员流失的状况 人员偏偏又是一间大企业的基础 失去了人员 等于基础被破坏 元气一定大伤 这样最终来看哦 不就变成并购方用更高的价格 得到更差的并购效果 CP值低被并购方也惨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你解释不出来的啊 所以整体来讲 敌意并购就是会对双方企业造成伤害 反之合意并购 双方都是谈好后才合并的 人员也都安排好了 合并后损害降到最低 效益拉到最大化 这才是对双方企业最双赢的局面 OK以上就是台新金控来赢取星光金控的喜事 但杀出一个帅哥中性金控要抢亲的三角链故事中 市场上的几个主要变题啊 简单整理给各位 看完后不晓得你各位 对于这次金管会有可能接受中性金控敌意并购的态度 有什么看法呢 又或者是大家觉得 比拼实力有钱为王价高者得 这类的方式 如果流行起来对市场是好的吗 最后就是合意并购和敌意并购 哪个对并购与被并购的企业更有帮助呢 请开始你的作答考试时间一秒钟时间到 请教卷零分掰